为了一年一度的儿童节 九份国小校方特别安排了多项的庆祝活动 在模范生的表扬会当中 模范生们除了接受同学们的祝福之外 校长也亲自送给模范生奖品和奖状 而体式能闯关游戏 更让学童们玩得超开心 每年一道儿童节 最期待的莫过于这些小朋友了 因此校方每年也都绞尽脑汁 要给小朋友难忘又充实的儿童节 今年在九份国小 校方安排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首先是模范生的表扬 各年级的模范生代表 接受大家的祝贺 校长也亲自送上奖品和奖状 台上台下开心成一团 而当天重头戏就是体式能闯关游戏 总共有五个关卡 不仅闯关 更是要小朋友全身上下都活动到 大家卖力跳 虽然个个都气喘吁吁 但大家都玩得超过瘾 闯关过关的小朋友 可以拿到20元的兑换券 到我们的干妈点去兑换礼物 让孩子把平常所学的一些数学 可以在我们的闯关里面 还有体式能的活动的部分 可以在闯关里面去实现 把生活跟教育做一个结合 同学校长办了很多活动 让我们玩 我很开心 大家乐 没有 你有把身上的夹子都甩过吗 有 好玩 有 因为要夹在身体上一直掉 它才会一直掉下来 跑跑了 好了 58 会啊 那个我很久没这样跑了 好玩 九份国小还有一个特别的空间 那就是干妈点 校方将空间打造成复古的干妈点 不只这样里头还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糖果 这些可都是五六年级生共同的记忆 也让小朋友体验当个小老板 各个是假式十足 跳跳糖和金刚塔 觉得很古老和很像以前的小朋友在买的那个东西 那今年呢我们也脚尽脑汁希望给孩子呢一个非常快乐又非常丰富的一个儿童节 所以规划了这系列的活动 那希望给孩子带来一个 很快乐的一个童年 今年的儿童节很不一样 除了让小朋友可以活动筋骨之外 另外也动动头脑 学着当老板 另外校方也邀请老师 教小朋友用餐礼仪 真的是很多元的活动 也让小朋友收获满满 度过充实又开心的儿童节 介续为瑞芳采访报道